香港其實是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國際平台 其實如果沒有這個平台,都沒有我今天 其實我很感激的,感激香港 當然是說第二春,這第二春都不是那麼容易發生的 2002年,陳江華教練回來之後 對歐洲選手都是熟悉的 他是第一代的開荒牛在歐洲 對歐洲選手的打法皮勝,大概都認識 他分析他很透徹 對於我們來說,是增加了贏球的機率 當時就剩了一集他們二十多 那個世界排在那裡 當然是有點失望的 帶他們去德國 創造一些機會給他們去打那些聯賽 那些訓練 之後他們的積累這些經驗 和歐洲的打法要來表解 應該是一年多,開始就有些訓練了 本身自己的條件不是說是有天分 很有天分那種,很暴大力紅那種 所以自己要近一點走多些 走走下習慣了 雖然走走的情況是很辛苦 讓人多練很多 那個訓練時間 而且體力各方面要付出很多 正因為我付出多 所以反而練了自己一些 大家講的毅力和堅持 我們也在2004年奧運 拿到一塊銀牌 而且在2006年雅運 也拿到一塊金牌 包括世界團體賽 也拿到獎勞 可以試試 令到香港的音波 可以說是沉浸沉風 有一段時間我聽說 有幾百年會在人們關注 一個這麼不穩定的 充滿富的能量 社會的能量又能夠 帶來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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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 我想都是很值得開心 和恩惠的事 投研的經歷很寶貴 作為教練來說 他必須經歷過大賽 在大賽的時刻,你如何得獎 如何贏球 氣氛如何處理 在場上,他的激情一點 帶起我的激情 或者我當天的狀態好一點 帶起他的激情 要補助 他會感覺到 原來我後面的觀眾是這麼關心我 因為我是最近的 所以這四年的教練生涯 都給我學了很多東西 很感謝球員 現在說第三個 好像2020年 我運輸得到牌 我們願望就達成了 最大的願望 希望2020年可以衝擊到獎牌 你教出的隊員 一定要超越你 才證明你是成功 少越不到你 不好意思 做運動員是代表香港 奧運銀牌和一波麗澤 其實做教練 我都希望我的球員 會超越教練 但目前看起來有點難度 因為我還有亞運金牌 他就算拿一塊金牌 拿一塊銀牌 都是跟我評級的 當然 如果我為香港 無論拿牌 我都會高興 因為作為香港的球員 自己這樣培養出來 那個榮譽感和滿足感 是大於自己去拿牌 是大於自己去拿牌 YAHOO